你剛剛講到哪裡 沒有 我剛剛說的是 因為你剛剛講到我那一支影片嘛 就是NFT跟郁金香的關係 對對 然後我要補充的是 很有趣的是 我拍完這支影片之後 既然還有外商 而且不只一個 好幾個 說要不要接NFT的業配這樣子 把他們插30秒的廣告 我覺得這蠻好笑的啊 這不奇怪啦 就好像有很多台灣的YouTuber 然後甚至於像我的YouTube頻道 我也講過有NFT詐騙 我也有介紹大家的NFT項目 但我也有講過很多我朋友被詐騙 包括我自己被詐騙的歷史 可是有很多那種幣圈的人 也會來插廣告 也就是跟我有聯絡 所以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任何流量都是好流量 可能的邏輯上是這樣 然後我還要說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其實我在做博士會的影片的時候 我參考最多的其實就是歐美他們的研究 因為我日文其實沒那麼好 所以我去找日文的原文書 其實很多我看不懂 但是我英文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去看他們他們美國人 他們老外 他們歐美的人 尤其是法國人 他們寫的那個博士會的時候 我說欸 他們就是他們外國人啊 那種學者的精神知道嗎 會把博士會研究得非常透徹 對對對 然後還有很多一些 可能在台灣比較沒那麼有名的 一些當時的繪師啊 或是藝術家 他們也有介紹 對 因為 你講法國人就非常make sense 因為我在講法國人一定是了解 理解的會比美國人透徹 你有去過那個吉美美術館嗎 就是巴黎的那個亞洲吉美美術館 應該叫吉美吧 沒有 我在我在我去法國羅浮宮啦 就是那種很大眾觀光客 但是 可以去過那裡 其他的博物館沒有去過 你下次可以去那個吉美美術館 他抽藏了超多東洋藝術 因為法國有一段時期 他們的藝術家也深受服飾會的影響 印象派的 這個我想你應該也有讀到過 我有做一集服飾會的 所以法國人對理解 他們對於日本服飾會那個時候 是非常崇拜 因為他們也深受影響 因為法國有很多的海報 你可以感覺出來他們有受那種服飾會 服飾會算是比較早在做這種 做這種版畫的 他們反正非常深受影響 還有整個畫風的風格 所以法國跟日本 是兩個我最喜歡的 就是他們相影響 所以你看得出來他的作品 那你自己現在也有從事創作嗎 因為我有稍微看到你的 你的IG了 你也是藝術家 我只能算是愛好者吧 對 那你主業是做什麼 我主業是刺青 喔你是刺青 但是現在也還好 現在就有客人我才刺 就是可能刺一些比較認識的 比較熟的人 對 然後雖然是業餘藝術家 但是因為你人在美國 所以我不能邀請你來 要不然四月在台灣 五月初有個展覽 可以來看看 就是我參加的一個藝術展 哇很棒啊 恭喜恭喜 但是你人在美國 就不能邀請你來了 不是我是說 在台灣的哪裡了 自貿 喔 對它是 它這個展覽叫 台北新藝術博覽會吧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就是 AI跟數位藝術 我其實我以前在那個世貿 我跟朋友有就是常常合作 然後我也有把美國的藝術家 就是在 Phototype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R Taipei 有一個叫做 台北藝術博覽會 喔 對對對 R Taipei 你認識周明志嗎 OK 他以前也都是在世貿那裡辦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推了蠻多 就是新鮮的藝術家 就像就是剛 像你這種比較 Emergent的 Artist 那我 那是我們做交流啦 就是我會把 紐約的藝術家啊 就拿去台灣 然後台灣的藝術家 帶來 對 對 就我也有在做 那 現在 現在就很難 因為現在一來是找場地的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比較 因為太多人在做 然後你也很難去 因為尤其在紐約啊 紐約是一級戰區 即便是你找個場地 然後對方還要去評估 就是 而且他有一個一定的價碼在那裡 嗯 你的租金就一定是談不下來 因為沒辦法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非常 這裡反正完全全就是資本主義 真的 這個紐約是非常資本主義的天堂 就是你完全就是真的要看你的荷包 而且是看你的實力 不是說像有的時候你可能在 你在其他的國家咧 藝術家通常有的 藝術家是很會去 很會銷售自己啦 這樣講好了啦 但是在紐約 尤其紐約這邊是一級戰區 因為這裡別的沒有 藝術家很多 這裡金融家也很多 所以你絕對是要靠 絕對的實力才能夠生存下來 所以現在就變得很多 像我們這種中小型的 以往就是靠著興趣在做策展的 就是找一些藝術家朋友 顧客有沒有 那樣這一類的做法 現在在紐約就比較難了 嗯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現在很多甚至於 我認識很多一些 小型的藝廊的老闆 他們也都收了嘛 就疫情 疫情 大概疫情一半的時候 就完全撐不下去了 嗯 就是真的就沒有辦法負擔 所以大家就是現在也在找 找一個新的出入就對了 嗯 但也恭喜你啊 第一次的一個展覽 你有多少件 我也不過就兩件而已 但是而且那兩件是 坦白講那兩件是我自己 有一點就是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你認真的 人家看不上 你隨便弄一弄的 人家竟然看上了 哦 這就是一個藝術好玩的地方嗎 有時候你就是得放開來 放鬆來 結果弄出好東西 很緊張的時候 反而弄出什麼好東西 嗯 有或者是說 有時候你很專注的想要做一件 你自認為會要做出個非常偉大的作品 但是做一半你腦子就卡住了 都會搞 我常常也有這種 反而有的時候 欸忽然這些 靈機一動啊 然後就一個作品就 然後上架也就賣掉了 然後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人喜歡 反正就是 嗯 很多時候就是這種叫做什麼 就靈光乍現 對 欸那你有那個嗎 你會把你的作品上傳到那個Sach Art嗎 有啊 那這個畫廊吧 你如果 英文名字的就是 Jovana Sun 你可以看得到所有 我甚至於我被阿內都介紹過啊 就美國的媒體都介紹過 我都上過幾次美國的媒體 嗯 然後我 厲害啊 我去年有一個展覽 我去年蠻多個展覽的 但是 就是最大的一個就是在 紐約的漢普敦 嗯 那算漢普敦如果說知道的人就知道 就是他其實 我應該算是第一個能夠進漢普敦展覽的台灣藝術家 因為非常難 他們不要說台灣人 連亞洲人要進都進不去 嗯 就是所以咧就是 嗯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無心插流 然後你就流成音 就好像 你也忽然就有個機會 就是你可以展覽 嗯 那 我認為說就算是 時機不好啊 尤其是 嗯 NFT 這一兩年啦 從去年開始到今年 就是接二連三 因為太多 這種很 烏煙瘴氣 也真的太多詐騙 所以今年就是普遍大家也不大看好 可是咧 我也還是有朋友是在做NFT 也在還是在賣 然後 那純藝術界這更不用講了 就是我 我其實我有長加把我的作品拿到那個巴塞爾去 阿巴手 就迈阿密巴手去展覽 就是純藝術界咧 還是結合NFT跟Find R都賣得非常好 而且價 而且那個價格是創新高 那而且我覺得 NFT這東西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 你講數位藝術好了 它本來 我覺得它本來就只屬於 藝術家跟長家在玩的東西 應該是說它本來 如果一般人跳進來就很容易 就會有詐騙出現 嗯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 就是很諷刺的就是 NFT它本來 我可以傳一個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已經上了中文字幕 就是我有跟很多包含 惠尼美術館的策展人 我們有過一次蠻精彩的對談 就講到整個NFT這個 對純藝術界的一個衝撞 還有就是為什麼 NFT還是可以起來一陣子 因為NFT 應該是這樣長 它本來應該是一個驗證 因為它是一堆產生的 就是完全不會有重複的一堆 亂七八糟的數字生成 那這個獨一無二的標記 其實就代表著說 你有擁有這個真品 至少你買過 它就是等於一個驗證 它是一個驗證 你知道 那這個驗證 但是很諷刺的就是 也有很多詐騙也就打的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是很稀缺的 因為稀缺以前是在我們純藝術界很喜歡講的 就你買那個就是只有一件 就是這個畫作這個是限量的 這個很稀缺的 但後來它全部就是被詐騙拿去用 包含連因為有了 然後我之前上一集就有講 我覺得蠻諷刺的就是 那很多生成藝術家 AI的創作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個 真的有用心在做AI生成 因為有真正用心的就是 你還要花錢跟工程師 特別寫一組代碼去生成 那現在有很多它是直接用各種的軟體去跑 然後他也說我這個就是稀缺的 獨一無二的 然後我覺得我看過台灣很多詐騙新聞 最讓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會有人相信的就是有一個 反而我也不記得他名字 然後我就不要提名字也比較好 他就是說你買我這個NIP 你就可以換什麼勞力士啊賓士 因為都是稀缺的 我想說天啊這也有人相信 可是就是有人相信 我不知道你知道這個新聞 太多人的忍耐纏來纏去啊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覺得荒謬的事就是有人會相信 就是你買我這個NIP 然後你就有錢 就是這聽起來完全不會賠本吧 然後我只要花小小的人去鑄造 然後我就有這獨一無二的NIP 然後我就可以換一台兵士 我就說聽起來這已經 為什麼會有這種人出現就是 會有一般傻子跳進去 就是他還沒有搞懂這個 應該說遊戲規則嘛 大部分會買的人其實是整個不懂 他既不懂藝術也不懂科技 然後他純粹想要去碰運氣 那就是賭博嘛 這跟賭博沒有兩樣 那有這種人就會有詐騙的來騙他們 對 而且跑屁欸 然後全盛十年 因為我會認識很多台灣幣圈的人 就是因為台灣大陸香港 香港其實也很多詐騙 不要就是 而且其實香港我的長家當中咧 我賣了兩千件NIPT 我長家當中其實是以外籍人士 歐美啊杜拜啊歐洲什麼都有 全世界各 但是另外以中文的中國人的長家當中 其實是香港人最多 香港人非常喜歡買NIPT 然後但是咧 香港台灣大陸這三地和聯手的詐騙也很多 因為我也Clubhouse上面有聽嗎 但是我會覺得那很多他們還非常精緻的詐騙 因為他會24小時開放 而且給你更多很多很多的一些knowledge 一些知識啊好像在教你什麼是NIPT 可是實際上他也是詐騙 可是至少我覺得算是做的很用心的詐騙 不像是台灣那一些我真的覺得很傻眼 這種一聽就是詐騙嘛 就好像以前小的時候聽金光檔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會有人就是說 欸我跟你講喔這個人是笨蛋啊 他是智障有問題的 所以你要去騙他啊 他叫你先拿錢出來 然後帶一個雙智障的小 這種這種一聽就是會覺得這邏輯上 一聽就詐騙 可是真的就是有人會相信 當然啦 那還有就是因為 也真的台灣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玩 對 你知道啦 就是我也不說是 因為實在是竹藩不及備載 如果你要講賽太多人 那這些人賣的NIP勒 有的我覺得也不是詐騙 只是就是跟大家的情況一樣 現在已經賣不懂 賣不出去 因為那個熱潮 而且因為現在很多人 像我咧 以前我也會去因為挺一些 我喜歡的artist也買了一些 可是現在當自己都 荷包都已經不夠了 我也沒有辦法再去買別人的作品 因為很多人情況有跟我一樣 或者是你的社群就是 做鳥獸散的 就現在再也沒有人 也很喜歡整天黏在discord上面 在那邊討論 我現在買了什麼什麼 你說如果是炫耀嘛 也沒辦法炫耀了 現在甚至很多人就低調 就是我像我 我是我錢包有八格 我絕對不會去讓人家知道說 我哪一件我買的放在哪一個 然後我可能就是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好的 保護自己的方式 可是一般人不是說像我這樣子啊 很多人已經被騙傻了 最後就是 我覺得要回歸到就是最早 其實你說做數位藝術啊 我在台灣也很早 就是有在做數位藝術啊 因為我很喜歡做藝術嘛 因為我以前在唱片公司的時候 就我有在玩VJ嘛 就玩一些影像的 就跟一些DJ 就是去做投影的 因為我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電子音 會去派對 但是我算是很早就在做這一塊 所以對我來講 數位藝術它本來也就是 已經是形成一種藝術了 不一定是要跟NFT結合 但是它結合在一起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它本來是給藝術家多一條管 多一個管道去銷售啦 就是這樣講 對 對它本來的用意是這樣子 它最初的用意是這樣子 結果後面就變成有點走偏 所以你現在是在台北嗎 你是在哪裡 對啊在台灣 對 OK 因為我這時間 我也是剛好 我也是這時間比較能直播 因為如果是白天的話 我這邊可能也是很吵 嗯 喔 不過今天還 鄰居還算蠻配合 因為平常 有的時候差不多到這時間 就開始工地 就卡 然後我有時候 我是要躲到衣櫃裡面 對 或是我要想辦法等他們吵完了 空檔才能錄 所以 對啊 對啊 這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我現在也沒有 沒有預算就租錄音室 因為在紐約租錄音室還蠻貴的 你在紐約哪一區啊 我住在布魯克林 他以前住滿漢城 但是現在也是住不起了啦 我認識一個住在摩馬附近 那是超級有錢人 住摩馬附近當然有錢啊 那上東城 他去紐約讀書 他就住在摩馬 我說你住在哪裡 他說他住在摩馬 在留學生啦 我說我超級有錢人欸 很多很多留學在這邊 就是 因為我不是留學 我是移民嘛 很多留學生 而且讀藝術的是真的家境蠻好的 對 對 好像真的是 還是離不開那個普遍性喔 就是 要讀藝文的 本身家裡要有點底子 呃 很多成名的藝術家啊 他們是 就是 就是已經都是固定 就是 就是已經跟Gallery合作 就是那種 籃籌級的Gallery啊 像紐約有幾階嘛 最有名的像什麼佩斯啊 佩斯就是 就是奈良美之中等級 但我也有認識一些藝術家 就是他們都是這些 最大的籃籌的藝郎 在代表他們 就是幫他們做經濟 他們只要專心的 就是純藝術家 那純藝術家的生活是什麼欸 就是每一天都 就是 可能就是 有個工作室 那工作室可能 就是在Chelsea啊 就在Church 就是Church也是紐約 曼哈頓一個非常大的 藝術特區喔 所以 嗯 他們租一個工作室 是三千到五千的 美金的樂主 所以你就 想像這些純藝術家 他們的畫作 可以賣到多好 可以支撐他 去租個工作室來 只是 就是純創作 其實我是非常非常崇拜 這些朋友 那我很多朋友 就是這一種 就是真正的 成名的純藝術家 嗯 真的就是專注 然後也有藝郎代表他們 那你能夠在紐約 讓藝郎簽下你 這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嗯 你覺得 因為這些藝郎咧 他們 都有固定的藏家 就是藝郎跟藏家之間的關係就是 他們的藏家也是固定 就是會去買他們推薦的 所以我也有一些朋友咧 也許他在自己的國家已經很有名 然後他就會寄 他就製作聰明 我認識一個加拿大的一個畫家朋友 他在加拿大算蠻有名 他就製作 他認為自己製作聰明 他就寄了他的畫作給紐約的藝郎 然後也附上自己所有的簡介 然後他有花很多錢去印自己 他有自己的portfolio是印得漂漂亮亮的 寄過去 就藝郎的老闆毫不留情 然後我這裡不是倉庫 你不要隨隨便便寄東西來 嗯 然後就說你把它收回去 當然這整個運費來回 保險運費 然後我那個朋友還跟我講 所以我朋友還跟我說 他說這個就是紐約的現實面 我說對啊 真的就是這樣 嗯 我很崇拜 我很崇拜一些在紐約 紐約有登記的藝術家 就是以藝術家為職業 有登記的 就是根據勞工局的數據 你猜有多少個 我不知道 四萬八千個 那 純藝術家 就是說他們是職業來 就是以職業來 不是像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 也像我 我覺得我都可以屬於你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還需要很多斜槓的職業 去支撐自己 去從事藝術的工作 可是我現在講的就是這種 當純藝術家的 就租了三五千塊美金的工作室 月珠喔 然後就只是純創作 這樣子 登記的藝術家 紐約 是登記的有四萬八千個 你就知道這邊的競爭是有多激烈 而且這些人有多麼的不容易 嗯 然後再講講紐約的藝郎 你知道紐約有多少藝郎 就是中上等級的大概有三千五百節 所以你就知道這邊的人 這邊的藝術氛圍 還有這邊的競爭有多強 在這裡應該是說 就是一般 不過我覺得優點就是了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不敢跟人家說 我是在喜歡藝術或從事藝術 因為一來人家會覺得 你是瘋子 神經病 然後再來就是 你這個沒有錢的 就是 反正就是各種奇奇怪怪的 那種標籤 眼光位置 可是你在紐約 你不管你在任何場地 認識任何階級的人 如果你跟他說你是藝術家 他只會很高興的說 我哪裡可以看得到你的作品 然後甚至你如果說你沒有展覽過 還有說你有沒有IG啊 你有沒有什麼地方我想看看 就是一般的人是很喜歡藝術的 而且這裡的藏家也多 就是美國來講 以當代藝術來講 尤其是紐約還是藏家最多的 所以所有的藝術 喜歡藝術的人 或者你想要從事 就是當純藝術家 不管是你的夢想 或者你的興趣 你還是很喜歡紐約 因為這邊的人至少 你就是喜歡藝術 而且那個氛圍是非常的強 就是很多人就是把去藝廊啊 去博物館啊 然後當成一個就是你假日 就像我也是常常到現在 我假日 會去大都會博物館啊 去MOMA 去到處看看啊 然後去一些藝廊去看看 有哪一個新的開幕 然後就到處去看一些藝術品 然後這樣子 這還不是說因為我是從事藝術 就是一般大眾都很喜歡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 我始終覺得在 我決定在紐約發展 是明智的決定 因為很多人到急都急不進來 雖然我說這十多年來 我到我到紐約的時候 我也是另一個瓶匠 我是白手起家的 什麼都沒有 就是我也一開始都是在公司 我在我在我做全職的工作 然後我那全職的工作 是我要來回坐好幾個小時的火車 去上班 這樣子上班 而且是風吹日曬雨淋 因為紐約的冬天是很冷的 就是下雪天也是一樣 你火車下來還要再接公車 我就這樣子撐過四年多 然後他讓我有錢可以付薪水 然後讓我假日有時間去 從事我喜歡的藝術工作 然後到現在我是 不過疫情期間讓我領悟到就是 人的創作生涯真的很短暫 我完全已經不會想 我不會去想說明天我要怎麼火 我現在只是在想說 在世界末日之前 我還能夠生出個好作品出來 我現在完全就專注在這個點 而且我也是這樣子去鼓勵 其他的一些台灣的朋友 還在做創作的朋友 要不然你真的很難想像一下 因為現在真的整個世界的局勢 你可以說分分秒秒 都會有一個很爆炸性的消息出來 你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 嗯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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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今天 都要找你自己 啊 沙嵐吧 就好像變得說一直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我 因為 我還蠻喜歡聽人家講 因為其實在台灣 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跟人家說 你是畫畫的 你是搞藝術的 人家覺得 蛤 什麼東西 蛤 對 人家會 對啊 有聽沒有懂 對不對 就是他還說 蛤 就是他們會比較往 比較現實層面的 啊那你 那你是不是沒什麼錢 這樣子 對不對 還有那種就是 會那一種 那你可不可以送我幾件你的作品 這種的 喔對對對 這個我 這是最長的朋友 最長的嘛 我覺得 要我送作品咧 有一個前提就是 我跟很多藝術家 會交換作品 嗯 就有時候大家如果 我覺得前提是 如果你也是喜歡藝術的 像只有這個前提 而不是說只是覺得 要來討一個你的作品 那種感覺 對 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你是真心的喜歡 像我有的長家 甚至於他買我一件 我也在送他一件 因為我覺得說 哇這種 知音難詢的感覺 而不是說 喔因為你是藝術家 喔好愛 你就送我幾件 就來 我覺得那種感覺 就很不好 嗯 因為他已經假定你 就是 他已經假定你的作品 沒有價值 所以你送他 他也沒差 有一些是這樣子啦 對 這種最糟糕 真的 對 他其實在 在 在扼殺藝術吧 對就是你想要 無償得到別人的作品 那種感覺 那這就是 會去抹殺掉創作者的養分嘛 對啊 對啊 因為這一段是我錄的啊 所以我 雖然說 我的YouTube的頻道 就是 應該是說中文的族群應該蠻少的 我主要是英文 但是 你也可以宣傳一下你的展覽地址時間 對啊 就是 可以宣傳一下 沒關係 就是 就是那個啊 就是 我看一下喔 7月幾號 5月4號到5月8號 在台北的世貿 在台北的世貿 然後 他就是邀請來 他有那個QR碼 那就是 有數位電子的QR碼 對 然後 這次展覽主題就是 我們今天一直在聊的 AI跟數位藝術 當然我展的是實體畫作啦 喔 OK 所以你有兩件作品 你有兩件作品 就是 偷偷跟你講就是很不用心的兩件作品 竟然被他們看上 你沒辦法偷偷講 因為我已經錄下來了 也不用 應該是這樣講啦 有的時候其實 因為之前就有講過嘛 有時候長家可能他買的就是那個短暫的 心靈交匯吧 我常常這樣跟人家講 就是你莫名其妙喜歡一個作品 或者 對方也喜歡 就是 這種感覺就是有點像是 有些人 他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不是有所謂的一見鍾情嗎 我覺得有時候 你 你就好像很多人刻意的打扮自己去 嗯 付一個約會 然後對方可能也不喜歡你 你也不喜歡對方 一樣的意思啊 你不要接線欸 對 對啊 那反而 反而 對方也偶遇你 然後對方也偶遇你 然後就對眼了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藝術家跟長家之間關係就是這樣啊 你莫名其妙的就是 某些地方在某個磁場忽然之間就交匯了 就這樣 嗯嗯 了解 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次去 就上一次去日本 然後這個藝術 我意外撞見一個藝術家 然後這個藝術家呢 是中國的藝術家 然後他超 他已經超級有名了 非常非常有名 你可能也知道是誰 但是我竟然是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他 就是前陣子我才知道他 他叫陳曼你知道嗎 好像有聽過 他就是他就是現在 中國好像首區一直的攝影師吧 然後他也有畫 然後他好像拍攝的都是明星 就是我歐美的歐美跟中國的一線明星喔 然後我第一次 然後我就走進日本一間寺院 然後才看到他有 原來他有一個畫作 是被日本寺院收藏 所以他成為了中國第一位 被日本寺院收藏的藝術家 然後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看他的畫作 所以我以為他是畫家 結果我去Google他才發現 原來他是攝影師 對 那我還蠻欺騙的 而且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我在一個完全不認識他的情況下 突然撞見他 這是做蠻多元的 是嗎 我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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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美國這邊 蠻多我認識的藝術家也是 就是蠻各種 做各種美才的創作 我包含我自己也是 嗯 瞭解 沒有 我要說的只是說 因為我完全不認識他的情況下 然後我去看到他 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遇見初戀那種感覺 就是一見中奇的那種感覺 比方說你本來已經知道 米開朗基羅 你已經知道卡拉瓦橋了 其實你已經在照片上看過了 那你去到現場呢 嗯 也很讚 但是你就是看過了嘛 就是 可是如果你在一個完全沒看過 也不知道他是誰的情況下 那種感動又不一樣 嗯 對啊 就是 這也是無知的好處吧 有時候你知道太多也不太好 就是 出去會沒有新鮮感 呵呵呵呵 對啊 欸 其實我有 欸 你這樣真的講到了一個重點欸 我有的時候 比方說我去看那種大型的藝博會啊 然後我進去 可能我本來做好資料說 我是要看這個藝術家 然後這某某作品 然後我做了很多資料 到了那個現場看 就發覺 喔 那反而就看了其他展區的某一間作品 對 對啊 怪的這種偶遇 你知道 呵呵呵 對 就像一見鍾情嘛 你剛剛說的一見鍾情 對 這樣 其實就像你很多人就是 我就是剛剛有講嘛 你細心打扮 然後對方也是 就兩個細心的 刻意營造的各種的一些 盛裝啊 然後氣氛 就發覺就完全不來點 可是你有的時候 欸 忽然之間 你跟某個人的磁場對了 這是跟藝術作品 所以你剛剛講的啊 有時候我 像我也有時候 隨便畫了一個作品 馬上賣掉 嗯 然後有時候苦心去 我要做一個 哇 這次這個作品很了不起 然後花了幾天幾夜 結果腦袋就卡住 然後那個作品自己看了 不但不喜歡 也很想趕快把它 立刻丟掉 我常常用習慣 可是我現在覺得 不要浪費啊 我現在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就是 重新再改造的 嗯 未完成的 有一天再把它完成 我後面也超多這種 對 對對對 廢物利用 然後或者是說 就是 有個說法叫什麼 喔 舊瓶裝新酒 就你可以把它重新再 變成另外的東西 就REMAX 對啊 對 好啦 感謝今天你分享 謝謝感謝 我還蠻高興 而且 哇 還做直播成功了 還不錯 對啊 只是有點卡 但是 有卡 這沒有 沒有關係 後來就是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就是經驗嘛 我常常覺得 其實反而你能夠因為 不要因為一些技術的失誤 然後就感到挫折 就不往下做 因為你就算是壞經驗 它也可能給你很多的 之後讓你能夠做成功的一個好經驗 嗯 OK 那我們在IG上再下 IG 就是 我也差不多要忙啦 但是就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 如果我們做得順啊 以後說不定還可以邀其他藝術圈的朋友 一起來 是嗎 你說同時三四個人嗎 可以試試看 那你可能先要找一個比較熟的 就是大家像我們今天這樣子先試試看 看能不能成功 你有沒有認識就是其他的也是在做藝術相關的youtuber 要youtuber 藝術相關 藝術相關 啊 美國人是有啦 台灣好像 有啊就你啊 我好像還真的不認識 其實大陸還蠻多的 可是我有邀請過一個 但是他沒有回 大陸的通常做直播都會很卡 因為 You know VPN 對 對 你有監管跟沒監管的差別 那如果台灣的 如果要純藝術或是文化相關的 好像真的還蠻少的 真的沒有 嗯 對 我還真的只有認識你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找你來做 有做youtube的講 幾乎是沒有 我是有認識一些台灣有名的一些策展人 跟一些講師 藝術類的講師 可是他們可能不一定會來 對因為他們很忙 他們是會上電視節目 我想到有一個 我最近看他的作品啊 我好喜歡 就是 我忘記他的全名 他叫尼 尼 就是我 我是聽那個鄧惠文醫生的介紹啊 就是 他是畫插畫的 就他的那個畫作是很 對我的胃口 因為他是畫那種有點怪怪的 他叫尼 尼 嗯 然後搞得每天神佛 然後他好像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啊 台灣嗎 台灣嗎 對 他叫做 我等一下把他的IG傳給你 我用IG發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 我認為是很像大陸這個叫聯陽的 他是畫 呃不是 他是畫 顏彩畫 呃不是 他是畫很多那種 他是特別結合台灣的一些宮廟文化啊 可是他畫的就是那種蠻詭異的 就是他有參加那個高雄的博二藝術博覽會 他叫 他姓尼 就是 一個女 然後他最有就是 喔對 他之前他有寫一本書是講台灣有個叫蓬萊仙台啊 喔喔喔 你是叫蓬萊仙台 我不是 蓬萊仙台不是那個嗎 就是 是 是一個已經早就關掉走線電視台 然後他以那個去發想 反正他蠻 我覺得是個蠻有趣的靈魂 就是他非常非常有趣 嗯 我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也有YouTube頻道 但是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上來講 其實我倒是很想跟他有個對談 我等一下傳他的IG 喔我覺得我很難讓我看到有個畫作 是我覺得哇這個太給我胃口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怪的 那我是特別喜歡怪東西的人 特別一點的 就是如果太太simple你就不喜歡 對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夠約得到 我來試試看喔 希望能約得到 那下次我們決定好主題 然後就一樣 因為這次 我們用廟傳 我後來發覺 這可能是跟隱私權 privacy的設定有關 因為你用廟表示說 你不是隨便去抓一個人上線 因為在美國這邊法律還蠻重的 就是下一次我訂一個主題 對 因為今天有點亂聊 測試的時間 就前五分 前十分鐘啊 先做測試 然後之後是正式上線時間 然後連結要用email發 這樣子 OK 好啦 就期待下一次 很高興你的分享 很高興認識你 謝謝你 掰掰 謝謝 掰掰